此題三種溶液都是弱酸集結鹽所組成的緩抽濃液 因此為酸型緩抽濃液 我們先列出酸型緩抽濃液的公式 也就是氢因子濃度等於Ka乘上 酸的濃度除於鹽的濃度 然而題目給了三個溶液的體積並不相同 因此我們將公式改成木偶數計算會比較方便 也就是Ka乘上Nha除於Na- 接下來三個環境溶液都額外再加入少量強頸氫氧氧化納 因此公式繼續改寫一下 也就是氢離子濃度等於Ka乘上酸的木耳數除於鹽類的木耳數 而外再加上氢氧化納氧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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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从一开始容易的氢离子浓度为何 即加入少量强碱后氢离子浓度为何 第一个加入前氢离子浓度等于Ka酸为1乘1乘2 岩为1乘18因此为2除以18等于1九分之1Ka 而加入氢氧化纳之后 氢氧化纳的末数为1乘1等于1毫末2 因此我们就直接算氢离子浓度就等于Ka乘上 2-1除以18加1等于119分之1Ka 两个氢离子浓度相除之后为2.11倍 2-1 然而对于第二组的缓冲浓液而言 氢离子的浓度等于Ka乘上酸的末数为10 岩的末数为10也就是等于Ka 加入少量的氢氧化纳之后 氢离子浓度等于Ka乘上 10-1除以10加1等于10加1等于11分之9Ka 两个浓度相除之后比值为1.22倍 而最后第三组的缓冲浓液 而最后第三组的缓冲浓液 2.1除以10加1等于3分之10Ka 两者前后氢离子浓度比值为1.59倍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三组的缓冲浓液而言 加入相等少量氢氧化纳之后 结果发现第二组的氢氧浓度改变最小 因此可以导出一个结论 酸与其共2-也就是盐的壁值等于1的时候 缓冲能力最好 因此交叉少量氢氧讲解P数改变并不大 感谢观看